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愛狗又愛貓的演藝人員 我親眼看過他的那個寵物的歡樂園 之後呢 我們的結論就是好想當他的貓 你有看過有貓可以有跟人一樣的浴缸可以泡澡嗎 活動的空間比一般人租的房子的空間還要大 房間裡面還有房間 當蕭星辰的貓夠非常的幸福 最重要的是有他滿滿的愛 老蕭他在今年的時候他剛好有一個場合 他就是邀請我們到他家裡面去吃飯 好好感謝一下我們這位記者 此時呢就有一位記者不具名的一位記者 這位記者有喝點酒 然後又有一些跟他打籃球啊什麼一些聚演運動 身體開始有點不舒服了 然後他就倒在那個老蕭 老蕭家的一個小客廳倒在沙發上動彈 然後老蕭就經過看他倒在那邊 然後就很貼心的說 欸我幫你蓋被子 然後就拿起被子 把他就是全身都鋪得好好的 非常的照顧這個記者 有一次我生病感冒 聲音燒聲 超嚴重 發不出聲音來 然後就是那時候去訪盧廣眾 然後我就 我就硬要問 然後他就說 欸你等一下我幫你弄那個加鹽殺死 然後他就去他們工作室的廚房 幫我泡加鹽殺死 張君寧就是因為這幾年的 就是在大陸的一些戲都很紅 工作滿檔的情況下 就是抽了五天就是去尼泊爾 進行關懷之旅 就是到了第一天 他就已經身體有一點不舒服了 他就開始感冒 還來大姨媽這樣 就是我們路程就是都很顛簸啊 或者是很長的路程 他還會就是 請我們吃一些小餅乾啊 最後就是要結束的時候 他就是跟每一個人 包括尼泊爾當地的司機什麼的 每一個人都拍了一張拍立得 就是非常的暖性 他其實人還蠻溫暖 而且蠻真實的 這個人呢就是嚴雅的 尤其是聯訪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是很多家的媒體 會一起聚集在那邊嘛 他都會注意那種話比較少的人 然後結束訪問以後 他還會就是刻意的 多跟他聊兩句 他就不會讓有人在那個場子 是被冷落的 然後記得有一次採訪他的時候呢 就訪一訪 然後結果他就突然閒聊 他就說他等一下要去日本 我們就聊到說 日本有很多東西很好用啊 比如說最近很流行 一個什麼除蠻機 然後他就主動跟我想說 要不然你帶一個濾網啊 我想說 有人要代購還不收代購費 很好很好 然後我就說 很好啊 然後他後來也真的幫我代購 只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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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